這部份正版遊戲 應該有公司的電郵 簡單來說 程式本身可能已經有木碼 都是做得很參差 為何這樣說呢 大家可以看這幅圖 會說這隻是有版權的 什麼什麼的 其實大家... 這個頻道是做一些關於遊戲的新資訊和直播的 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吧 Hello 大家好 我是魔人 今天回來跟大家看看 最近很熱門的 即使有朋友都會問起 叫鬼殺之路 又或者是滅鬼之路 另外 綠翼 即大綠翼 叫殺鬼之刃 為何這遊戲有這麼多名字呢 我們看了它 其實畫面就做得... 即是可能比正版遊戲更漂亮 但這遊戲呢 我想並不是正版遊戲 但有很多人會爭辯 不知為何 有留言會說這遊戲是有版權的 什麼什麼的 其實大家很簡單而已 我記得我上一段影片也跟大家說過 其實大家可以從它的開發人員看 它是用Gmail 即是在用Google的服務 當然啦 爭辯的話是可以爭辯的 但正規來說 大部分的正版遊戲 應該都有公司的email 對吧 另外也不需要用一些不是正版的名字 鬼殺之路 其實大家應該是沒聽過的 對了 另外 其實它那間公司 我也是查過的 iOS 它是有那間公司的 即是你不會找到那間公司的正確地址 或者網址有什麼看都看不到的 另外 它的官網也是做得很參差的 為何這樣說呢 大家可以看這幅圖 看完這幅圖的時候 大家會看到 噢 為何它的畫面有些矛盾 有些不矛盾呢 並不是自己重新畫過 有些可能是低清的圖拉大了 高清的圖貼下去 有些可能退了的炭治郎放下去 其實上次遊戲也跟大家說過 這些遊戲最大的問題 會有些什麼... 可能小小的損失會是什麼呢 可能你課了金 然後它無緣無故收拾了 那又是血本無歸了 我記得我上次玩陸服的時候 已經跟大家說過了 如果你說最差的情況 就是它裡面有些內置的東西 就拿出你的電話的資料 簡單來說就是 那個程式本身可能已經有一些木碼 這些我只是猜測而已 這遊戲未必是有的 但是因為它不是正規發行的遊戲 有很多可能性會出現 最近看到很多人拍這遊戲 關於多少年抽 或者是... 多少年抽的 我覺得它抽一下 用來表演一下 我覺得還可以 但如果你說一些SSR推薦 甚至怎樣 我覺得大家有機會認為這遊戲是正版 可能他們也會說 我也不知道這遊戲是否正版 其實很明顯地看到這遊戲不是正版遊戲 我也是那句 如果你覺得是正版的話 我又不需要跟你爭辯 我也不是說什麼... 不是什麼正義魔人 叫大家不要玩翻版遊戲 我又沒有那麼偉大 但純粹想跟大家說 就是一種沒有保障的遊戲 如果你說不是正版的遊戲 你會涉及到什麼呢 就不是道德上... 不要... 這些哲學的東西 你就自己再去想想吧 但以我覺得跟大家說 就是希望大家不會有損失 例如剛才跟大家說的 就是課金 它無緣無緣無故被正版那邊 版權那邊控告它 它就可以立即接起來了 這是翻版遊戲 導版遊戲的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覺得這件事是要跟大家說的 另外就是 剛才所說的就是 它可能內陷了一些 收集你資料的一些程式 也不奇怪 iOS那邊可能會比較安全 但Android方面 我想大家都知道的問題 就是... 其實它的審核沒有iOS那邊那麼嚴格 當然我可能說得比較嚴重 我也不知道這遊戲有沒有後門停息 我覺得也可以跟大家說說 這影片不是說要踩這遊戲 又說我玩一下關於鬼滅之刃的遊戲不行嗎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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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的 即是你們要玩的話 我把風險說出來 不知道大家在這一刻 知道這遊戲真的不是正版的遊戲嗎 當然啦 我覺得歡迎大家在留言區那邊 做一個討論 大家可以說一下你們怎樣看 你覺得這遊戲是正版的遊戲 也沒問題 你也可以留言區 不是啦 我從你一點主意試馬跡 我覺得這遊戲是正版的 這樣也OK的 老實說 這遊戲也沒什麼特別可以說 其實玩法都是PVP 升級 龍的角色 很多時候都會彈出一些禮包 不是上版遊戲才有 這些正版的手樓也有很多 你問我 我就覺得整體上是可玩的 但很可惜它不是正版遊戲 風險已經說了 另外 大家也會看到那些破綻 不知為何一開始 它會在對決上有條線 禰豆子的背景是沒有了 這些全部都是遊戲的破綻 沒錯 剛剛開記也看到 背景是沒有什麼背景的 當然啦 這些不可以說 它不是正版的原因 不是正版的原因 剛才說過了 檢查都檢查到 咦 還會死遊戲 沒有死遊戲 只是我的七騎士看我 剛才說過了 再重溫一次 就是 公司找不到IOS公司 Google Play的聯絡人員 是用Gmail的 不是自己公司的 聯絡人員 通常會看到的問題是 它的開發人員用的電郵 不是公司電郵 即使是公司電郵 也可以搞一些景色的東西 不過這方面 它連搞也不搞 其實大家都很容易分辨到 以後如果大家遇到懷疑是三宅遊戲 又或者是翻版遊戲 就可以從這個渠道看到 雖然我上一段影片已經說過了 但我知道大家一定不會聽的 大家可以玩遊戲機 就不會理會任何東西了 但這段影片 我也想帶出一個訊息就是 其實翻版遊戲 又或者是三宅遊戲 你玩當然是無雙大雅 我自己玩而已 但如果你深入一點 再看多一點的時候 你真的傷害了你喜歡的那個IP 例如你喜歡《鬼滅之刃》 但你直接扔錢下去 給不到《鬼滅之刃》 即是《鬼滅之刃》的作者 又或者是一些版權方式 完全沒有收益 那你是否覺得 那款遊戲 你是在支持《鬼滅之刃》呢 如果你是真心粉絲 我想你也不會玩的 如果大家有什麼看法 不妨留言 我們就在下面留言區討論 我們下支影片見 拜拜